唾液快筛要怎么做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正确的流程 在做唾液快筛之前 30分钟你是不可以吃东西的 也不要抽烟 好 30分钟的不抽烟不吃东西之后呢 在做之前呢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漱口要土坛 把口腔清干净 好 漱口土坛以后 嘴巴干燥以后 静待两分钟的时间 让口水慢慢的铲出 口水出来之后呢 再把口水涂到收集盘上面 或者收集的漏洞里面 好 收集好以后呢 再按照上面的指示步骤 去跟试剂混合 混合之后呢 再D3D到测试盘上面 好 其他的过程也跟明眼检测一样 有点静待15分钟 看看有没有两条线 如果两条线出现的就是阳性的结果 唾液快筛 准不准呢 确实能帮大家找到 2020年的3月 发表在知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面 有一篇啊 名为比较唾液快筛跟鼻咽快筛 侦测新冠肺炎的结果 这份研究呢 是针对啊 70个住院的确诊的病人 在他们确诊后呢 1到5天 让他们自行吐口水 到这个检验盒当中 同时呢 也让医护人员为他们做鼻咽快筛 那么呢 把两份检体啊 同时送去做PCR的检测 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呢 口水快筛的阳性率啊 是81% 而鼻咽快筛的阳性率呢 居然啊 只有71% 也就是说呢 唾液快筛的这个阳性率 准确性 居然啊 比这个鼻咽快筛还要准确啊 不过做医快筛相较于鼻咽快筛 其实也有一些缺点啊 第一个缺点呢 就是操作的正确与否呢 对于检验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点呢 就是个人的差异性太大 例如啊 口腔卫生不好的人 或者长期抽烟 或者嚼冰懒 或者是痰太多的这些人呢 如果他没有办法呢 把口腔的这些杂质 能够有效的在检测之前呢 把他去除的话 他有可能呢 就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解误 卫福部呢 告诉大家 已经从国外呢 进口唾液的快筛试剂 很多人这个时候才知道说 有所谓的用口水来检测 新冠肺炎是否有感染 其实这个不是最新的东西 因为呢 去年啊 在下半年的时候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呢 在机场就已经 接受过这种唾液快筛的这个检测 检验 为什么 除了鼻烟快筛以外呢 又要多了一个唾液快筛呢 其实我们做过鼻烟快筛的人呢 像就一直这个影片 也有给大家看 做的过程大家都知道 对于被检查的人来说呢 用一个棉棒去捅鼻孔 其实是相当的不舒服 很多民众为了要排队 接受这个快筛或者是PCR的检测呢 其实啊有冒着啊 在这个啊 有感染的群众当中排队的时间很久啊 增加了暴露的风险 本来没必须得到其他人的那个传染 鼻烟快筛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啊 就是你看他那个要做检测的人呢 必须全副武装 这个防护衣 手套口罩啊 面罩帽子啊 这些这样的设备加起来 其实要好几百元 那这用一次就要丢掉 穿戴废时 穿一次要将近15分钟 用过以后又要丢掉啊 那么这些抛弃式的垃圾呢 又增加了这个环境的污染 不管啊 对于这个检测人员 或者咒测的来说 鼻烟快筛的确都是有它不便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要比一个 唾液快筛这样的东西 唾液快筛要怎么做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正确的流程 在做唾液快筛之前 30分钟 你是不可以吃东西的 也不要抽烟 好 30分钟的不抽烟 不吃东西之后呢 在做之前呢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漱口 要吐痰 把口腔清干净 好 漱口吐痰以后 嘴巴干燥以后 静待两分钟的时间 让口水慢慢的铲出 口水出来之后呢 再把口水啊 吐到那个收集盘上面 或者收集的漏斗里面 好 收集好以后呢 再按照上面的指示步骤呢 去跟试剂混合 混合之后呢 再D3D 再到测试盘上面 好 其他的过程 也跟鼻烟检测一样 静待15分钟 看看有没有两条线 如果两条线出现的 就是阳性的结果 唾液快筛 准不准呢 就是能帮大家找到 2020年的3月 发表在知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面 有一篇啊 名为比较唾液快筛 跟鼻烟快筛 侦测新冠肺炎的结果 这份研究呢 是针对啊 70个住院的 确诊的病人 在他们确诊后呢 1到5天 让他们自行涂口水 到这个检验盒当中 同时呢 也让医护人员为他们做鼻烟快筛 那么呢 把两份检体啊 同时送去做PCR的检测 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呢 口水快筛的阳性率啊 是81% 而鼻烟快筛的阳性率呢 居然啊 只有71% 也就是说呢 唾液快筛的这个阳性率 准确性 居然啊 比这个鼻烟快筛还要准确 台湾呢 长庚医院啊 研究 却认为说啊 唾液快筛啊 在病毒量比较低的时候 有时候验不出来 病毒量高 例如说CT值低于23 24的时候 唾液快筛才验得出来 病毒量如果太低 比如说CT值高过27的时候 就只有鼻烟快筛才验得出来 跟大家谈谈唾液快筛的优点跟缺点 刚刚有提到 唾液快筛的优点是什么 其实啊 就是减少病人在裁剪的时候 那种鼻烟啊 被棉花棒戳擦的那种不舒服 唾液快筛呢 当然有优点 不过唾液快筛相较于鼻烟快筛 其实也有一些缺点的哈 第一个缺点呢 就是操作的正确与否呢 对于检验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刚刚提到2020年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这份研究呢 其实它是在医院住院的病人啊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之下 告诉他们怎么做唾液快筛的情况底下 得到的结果 如果是让普通人拿回家 自己在家里做唾液快筛 旁边没有人指导他 没有人跟他指出他的错误的话呢 有可能呢 做的过程不正确 而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第二点呢 就是个人的差异性太大 例如啊 口腔卫生不好的人 或者长期抽烟 或者嚼槟榔 或者是谈太多的这些人呢 如果他没有办法呢 把口腔的这些杂质 能够有效的在检测之前呢 把它去除的话 他有可能呢 就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结果 唾液快筛 第三个缺点呢 就是早期可能检测不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一定是先侵犯上呼吸道 特别是我们的鼻腔粘膜 鼻腔粘膜被侵犯以后 他在鼻腔粘膜大量复制 这个时候鼻腔就会出现一些症状 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很常看到的 这种Omicron感染之后呢 鼻腔会开始流鼻水 可是这个时候 可能你的口腔粘膜 还没有被病毒侵犯 所以这个时候呢 鼻腌的快筛可以测出这个阳性 但是呢 口腔的这个检验呢 却测不出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 唾液快筛就反而是阴性的报告 再来一个就是 病毒量太低的时候测不出来 刚刚长庚医院的这个研究报告呢 已经告诉大家了 唾液快筛要病毒量高一点 也就是CD值啊 在2324以下 他才检测得出来 这个CT值在28以下 其实都还有感染力的 那么如果你用唾液快筛 检测不出来 你以为是阴性 其实这个时候 你还是有传染力的 所以就是唾液快筛的 另外一个缺点 唾液快筛呢 另外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价格比较贵 我们现在呢 这个指挥中心 已经用这个实名制呢 把这个快筛的 这个检测试剂啊 压到100元左右了 可是这个唾液快筛呢 可能没有办法 这么低 可能一剂要超过500元 那当然这个价格 还是会有波动的 总结来说 唾液快筛跟BM快筛来比呢 唾液快筛其实只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不用去换 那彼此比较 没有那个不舒服的经验 但是呢 其他都是缺点 至于啊 唾液快筛要到哪里 才能够买得到 现在邱医师还无法 给大家正确的答案 因为呢 才刚刚从国外引进 以后台湾的厂商 会不会制作 或者是呢 这个国外引进的量 会不会大量的 分布到各个贩售点 让大家容易买得到 这个我不知道 今天啊 就是跟大家分析啊 这个唾液快筛跟 比键快筛的优点缺点 还有呢 它到底啊 这个应该要什么 正确的去操作 才能够得到 比较好的结果 希望啊 今天分享的讯息 对你有所帮助